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随着美国劳工部长马蒂沃尔什的离职 国会中的亚太裔核心小组呼吁 目前担任副部长的朱利苏应该转正 亚太裔核心小组在声明中表示 苏副部长的职业生涯致力于促进工人权利和公平劳动事件 为所有工人包括来自历史上服务欠缺的社区的工人 促进公平和机会 期待他的任命和未来的工作 为向半月弯事件中最底层的蓝领工人带来实际的关注 声明还督促拜登内阁 我们仍然感到困扰的是 政府没有秘书级的AANHPI官员在内阁任职 这是自2000年以来 我们第一次没有这个级别的代表 生于威斯康辛州的朱利苏 她在亚太美国法律中心开始了她的职业律师生涯 曾经代表服装工人向资方争取薪酬 并因为她所参与的社会活动 美国为人口贩运受害者创建了T签证 在劳工部任职前 苏曾担任加州劳工和劳力发展局的负责人 本周美国工程院公布了2023年新增院士名单 包括了106名院士和18名国际院士 这时美国会员总数达到了2420人 国际会员人数达到了319人 入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是工程师获得的最高专业荣誉之一 学院成员表彰那些对工程研究 实践或教育 包括在适当情况下 对工程文献做出重大贡献和开拓新兴技术领域 在传统领域取得重大进步 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或开发实施工程教育的创新方法 新增成员中大约有13人是华裔姓士 占比10%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燃气灶 并鉴于有关健康风险和排放物对全球变暖造成的影响 有可能提出逐步禁用燃气灶 对此亚裔社区反应强烈 有的声音甚至认为此举是对亚洲烹饪文化的侮辱和嵌 烹饪专家也认为燃气加热方式提供的精准度 发热量和可控程度是无以伦比的 包括为人津津乐道的锅器 对于重视传统烹饪习惯的亚裔家庭来说 原底锅改为平底锅 快火改为慢火 翻炒改为蒸煮是非常大的变化 加州已经通过了一项禁止在新建筑物中安装燃气灶的法律 纽约市也有类似的禁令 将于2024年生效 作为应对餐馆已经开始试验不同的感应加热炉等代替方式 而更大的挑战在于成本 将现有的燃气灶换成用于商用感应灶 可能会使开设餐馆的成本增加三倍 2020年纽约警察前海军陆战队员昂旺 因被指控监视纽约藏民社区被FBI从家中带走 并从警队戴新停职 他在联邦刊守所被击押了6个月之后 被保释出狱并等待审判 罪名是他向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官员 提供了有关纽约藏人社区的信息 然而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 于1月19号撤销了指控 仅表示他的行为只是为了正义 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昂旺表示他想重新回到警察职务 但更重要的是他想要答案 为什么要开始调查我 又为什么要撤销所有的指控 藏族裔的昂旺说 在法庭文件中 检察官称昂旺对国家安全机构造成威胁 他被指控为为注册的外国代理人 向联邦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 妨碍司法公正和电汇欺诈 不过没有更严重的间谍罪 洛杉矶的知名插画家 设计师张乐森-D.Chang 近日为五行枪击案的逝者 绘制了肖像作为纪念 提醒社会关注 并为遇难者家庭募捐 72岁的胡堪川制造了这起震惊蒙特雷公园市 加州一级全美的悲剧 在他的Instagram账号上 插画家为每一个遇难者撰写了简介 以及家人的纪念文字 一位63岁逝者的女儿令人动容地写道 大年三十 一颗无情的子弹让李兰丽和独生女儿天人永隔 让从出生到大 每天都依偎在外婆怀里 睡觉的外孙女 失去隔代亲的外婆 还没有来得及见一面的两岁外孙 再也没有机会感受到外婆的温度 生活的曲折 没有击倒过这个坚强乐观的女人 但无情的子弹击倒了她 无情的命运击倒了她 如今只愿她能安息 永远活在生者的心中 一项对于2000多名40岁以上的劳工 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 81%的受访者认为 工作是自我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其中的亚太裔受访者 更是有高达94%的人都这样表示 在后疫情时代 有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是必须的 调查还显示 36%的人希望更好的平衡工作与生活 而14%的人表示 希望早点退休 受访者还指出 在工作场所面临的挑战 绝大多数还举例年龄歧视和种族歧视 他们的经历主要包括 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 没有获得职业发展机会 或者他们的意见被忽视 海外历来最盛大的新年花车游行 今年贸易举行 这体现着对传统的坚持和扎根本地的宗旨 近几年绸亚暗流的社会背景和近期发生在亚裔社区枪击案的阴影下 今年的游行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的花车制作也体现了对生者的关心支持 以及对逝者的缅怀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